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人尚武的南庆 在同仇敌凯热血沸腾的南庆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站在城楼上 眺望着五十里开外的山河 沁滴的脸上浮现出二十多年前的风发意气 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一个王爷 但是他的心里却早就藏下万千秋鹤 只待时机一到便大展拳脚 于是从他登基为帝的第一天起 他的心里就对一统天下有着近乎癫狂的偏执 纵马将长 杀敌无数 马背上的皇帝并非泛泛之言 一身军功便是南庆国内所有将军加在一起 也是不及 但他的心里却也始终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野青梅 这个奇女子 这个风华绝代的奇女子 在他的面前便是庆帝也只得暗人失色 而且他所成就的一切便是庆帝所有功绩加起来也望尘莫及 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成为了他心中永恒的秘密 他想知道这个奇女子到底来自何处失成何方 凭什么能够凭借一己之律创造出如此之多的奇迹 他更想知道在这个奇女子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所以他不断地探寻 终于让她发现了神庙 发现了禁忌之门 于此 与陈平平合谋的一个长达二十年的阴谋就此展开 可就在他即将得到这个真相的时候 他的一枚奇子 范贤却搅乱了他原有的布局 陛下 范贤已经接手监察院 陈平平被困在北境 侯公公一直跟着庆帝的身边 他的话音落下 庆帝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看来范贤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吧 庆帝的笑意里透露着一股自信 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自信 不容任何质疑 这时 叶流云呼地出现在城头上 站在庆帝的左侧身后 躬身见礼 废贤 去北境了 庆帝的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叶流云足以听到 陛下 景平臣与洪公公只怕难以对付四顾剑与苦河 臣担心一旦出现差错 叶流云并未把后面的话给说完 脸上满是忧色 朕 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但你们要记着 此次并非决战 只要重伤他们二人即可 庆帝的声音风淡云青 叶流云闻声当即再度点头 但是他脸上的忧色却始终未曾消散 太子 如何了 叶流云刚从京都来 对京都内的一切自然知晓 太子殿下 此次对范贤北征之事颇为不满 只怕会做出些莽撞的举动 臣已经劝解过 但臣担心 不知为何 叶流云在庆帝面前很是拘谨 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 可他即便没有说清楚 庆帝与侯公公却已然明白 京都走私案 太子被利用 到现在他已然明白了过来 当初那一切都只是庆帝和陈平平的计谋 而他身为太子 却充当了两人的棋子 现在又听完范贤领军出征北径 庆帝对范贤的信任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猛然陡增 太子如何心安 老大和老二呢 庆帝继续问道 大皇子与二皇子殿下自陛下亲征后便十分安静 近来没有任何异动 可臣听闻 朝中不少臣子都准备上书 请求陛下将范贤换成大皇子殿下 也不知是凌若府的手笔还是范贤的手笔 范贤身在北境 战场凶险 谁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林洛夫与范贤想让范贤回到京都自在情理之中 但庆帝闻言却是摇了摇头 他们二人不会这般做的 庆帝话音落下 思思锁了片刻 而后才继续到 既然你也担心太子会有莽撞之举 那朕就给他机会 也是时候让范贤回京准备了 画到这里 庆帝脸上的笑意戛然而止 城头之上顿时一片冷冽 当庆帝与侯公公离开城头 叶流云这才转身向着北方眺望 他的脸上满是忧心忡忡 可是却始终未曾言语 心事就像这天上的黑云层层堆叠 入秋后的第一场鱼 终归是要来了 而与此同时 就在距离鹤州不足百里的东夷城中 阎兵云抬头望去 原本晴壤的海面 不知何时已经是黑云密布 渔人们奔忙不停 各自收剪各自的家伙 沈婉儿靠在他的肩头 脸上并没有因为阎兵云单在一起 而泛起丝丝甜蜜 反而在这时涌现出一抹忧色 他知道 他心里的这个男人始终不会爱自己 正如当初在上京城 无论自己如何对他 他的心里始终只有男性 对于一个力士男儿郎而言 为国尽忠 或许乃是世人开末 可是 他并不想阎兵云成为那样的人 他向阎兵云私心多一些 忧愁少一些 尽可能的爱自己一些 但他也知道 这是一种奢望 雨来了 你我终如这海上泛舟 阎兵云的脸色始终如此冰凉 沈婉儿的万丈热情也未曾将之融化 而更让沈婉儿感到悲哀的是 阎兵云的话 海上福州 注定倾富 我不怕 倔强如他死心塌地 你还不懂吗 就算你如此 我也不会因你而改变 阎兵云的声音极度冰寒 我不走 我不要离开你 沈婉儿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到阎兵云的肩膀上 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阎兵云 好似要用一颗滚烫的心去融化阎兵云冰冷的身躯 可他知道这只是杯水车心 心中的悲伤与眼前的苟且在这时候显露无遗 而这时一支信鸽落在阎兵云的面前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监察院的信鸽 而他也知道这是他第一次给发现传递消息后 收到的第一条监察院的传信 也是范贤接手监察院后第一次给他传信 打开后阎兵云的宣美景照 准备一下我送你回家 阎兵云不由分说地抽身离开 留下泪人眼丝的神满儿独自守着黑云 我在想这里为什么叫做契鱼关 范贤与阎兵云站在契鱼关的城头 望着关外的沙漠 古来便是如此有何可追究之处 阎兵云离开东夷城后 并未先南下在北上 而是直接从东夷城的西面 进入了北齐境内 然后快马加鞭赶到了北齐与南庆的边境 再进入南庆北境 抵达契鱼关 是吗 我倒觉得这个名字大有来历 范贤从契鱼关附近的游民嘴中得知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里有一条河 姑且称之为河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江的概念 古人传说在这条河的西岸 曾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一位英雄人物曾在此处落幕 范贤听到这个传说 当即联想到了乌江自吻的西楚霸王 如果说当年那条河便是乌江 那么这里被称之为契鱼关 或许就能得到解释了 在乌江自吻的霸王 放弃的可不只是江东千里土地 几十万民众 他放弃的还有一个绝代美人 鱼姬 如果他没有放弃鱼姬 或许他会渡过乌江 在江东东山再起 而不是落得自吻而死的悲惨下场 四面楚歌之时的霸王 因为先放弃了鱼姬 所以接着放弃了东山再起的最后机会 说起来霸王最终的选择 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他放弃鱼姬 这一个选择 所以这里被称之为弃鱼关 如果非要去考证 那么便只可能是这一种说法 你匆匆叫我来 便是想告诉我这些荒谬之言 阎兵云对此并不感兴趣 甚至觉得范贤说得很是荒谬 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东山再起 此等鼠辈也配称之为英雄 在他阎兵云的世界里 这种人根本不配称之为英雄 严兄 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思考了很久 我一直觉得可以隐藏下去 甚至是永远都不与你提及 可是此次回京后 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告诉你 所以将你叫来 想与你说吧 这个秘密对于范贤而言 便像是如梗在喉 虽然他一直想隐藏 甚至是隐瞒 可是他又觉得阎兵云 有权利知道真相 毕竟人人都有自由的权利 这是范贤一直以来都未曾忘记的 你要说什么 阎兵云似乎仍旧提不起什么兴趣 故事要从二十年前陈萍萍千里奔袭 生情孝恩说起 我知道你对这个故事早就耳熟能详 但是我今日要说的 却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不明白版本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种说法 范贤想了想措辞 而后解释道 什么意思 阎兵云轩眉微微照 根据官方的说法 陈萍萍千里奔袭 生情孝恩 孝恩一家上下全被陈萍萍所杀 你可能不知道 我师父费介也曾参与这一次计划 陈萍萍的腿 就是因为我师父的错漏 所以才 范贤与阎兵云说了费介 当初与他说过的一些内幕 竟是如此 难怪费老对院长始终心有愧疚 阎兵云察言观色的本事不算低 他在监察院内多年 自然看得出来 费介在面对陈萍萍的时候 始终有些莫名的愧疚 今日得闻此间内幕顿时恍然 所以师父 没有真正参与当年的计划 而且他也没有对 萍萍的家人下手 范贤着重强调了一遍 你到底想说什么 阎兵云不耐烦的看着他 范贤闻声脸色微变 而后思索了一阵 这才开口继续道 其实当年萧恩全家除了萧恩外 还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嗯 谁 阎兵云皱眉 萧恩的孙子 叫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他被陈萍萍带回了监察院 细心培养 最终让其成为了南静的死监 一心一意 为南静打探北齐的各种消息 范贤话到这里呼得打住 脸上满是为难之色 以敌之子 唯我所用 此乃决策 院长手段神鬼莫测 如此行事 岂是你我能比你的 阎兵云对陈萍病的推崇 已经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 他甚至认为 这是陈萍病的神鬼手段 而非一种毫无人性的阴谋诡计 但站在两国相互之间 不断派出暗探 搞暗杀破坏的角度上来看 陈萍病的这种手段 也的确可以称之为神鬼莫测 我送萧恩回北齐 其实就是陈萍病和庆帝 一早安排好的一场阴谋 你知道陈萍病和庆帝 为何要选我去护送萧恩回北齐吗 范贤不想对严冰云 近乎疯狂的推崇 做任何表示 所以干脆视而不见 继续自己的故事 为何 严冰云也不多想 继续问道 因为在生情萧恩后的这二十年里 陈萍病和庆帝不断地给萧恩各种暗示 他的孙子还活着 而且就活在淡州 所以萧恩在得知我来自淡州后 便认定了我就是他的孙子 用陈萍病的话来说 要想骗过萧恩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人 那就必须用时间积淀下的谎言 越是经久不衰 越是能够让萧恩深信不疑 范贤已经不记得陈萍病当初的措辞 但是意思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严冰云闻言后 皱眉看向范贤 可你不是 对啊 我的确不是萧恩的孙子 所以萧恩唯一的血脉 还留在人世间 而且就在监察院内 范贤的话已经说到了嘴边 可是却再也说不下去 只得颇为难堪的转过头去 等等 院长和陛下 让你假装是萧恩的孙子 护送萧恩回北极 这又是为什么 面对范贤的难堪 严冰云关注的重点 不是他为什么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想到了另外一个疑点 范贤听吧 心里那个气呀 果然 严冰云还是那个严冰云 我跟你说 我杀人如麻 眼睛都不眨一下 你却问我眼睛干不干 这是眼睛干不干的问题吗 好吧 范贤无奈的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面对这样的严冰云 纵使范贤有颗蹊跷玲珑心 也无可奈何 因为他们想通过这样一场骗剧 骗出这世间只有萧恩和苦和 才知道的一个秘密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